只要你今天 盡量把你的站位給搞好 二技放的位置用好 還有你前期的布局 發育的套路 想好跟隊友溝通一下 才怪! 你隊友根本不會跟你溝通 哈囉各位 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今天呢 叔叔問你一件事情 當你遇到那種 一大堆隱形角色 譬如說敵方有悟空 然後敵方有 你妹妹比如說凱恩 然後或是譬如說他有一隻 竹吉 竹吉超煩 就是 史瑞克 這邊啦 然後就是那隻變色龍 對不對 他是竹吉 我不管 他在我眼裡就是竹吉 OK 那反正呢 你遇到這隻小射的時候 來各位我問你 當你今天隊友沒有出到什麼 麥克斯 對不對 你今天是一隻射手喔 你的隊友沒有出到什麼 麥克斯啊 然後或是沒有出到什麼 盧蜜亞啊 OK 然後 你的隊友可能 眼睛也忘記戴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那個輔助裝 直接給你戴清新 然後或是他不出眼睛 什麼之類的 你後期怎麼玩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這時候呢 射手就有兩隻選擇 第一隻是什麼 蘇嘛 因為蘇有哨音嘛 七瑞 欸 咦 馬啾 砰 那個地區就亮起來了 OK 那第二隻是什麼呢 自己可以自保的 用手就是 零 地 我們廢話不得說 馬上實戰 忘給你看 來各位 首先一等的時候呢 買一個鞋子 然後直接衝到底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已經想說 欸 敵方裡面就是一隻蘇啊 因為我這場有凱恩 你懂我意思嗎 他絕對不可能出來 因為他出來的話 他一定會死 OK 有人懂這個觀念嗎 應該OK吧 這個觀念很簡單 然後反正呢 我們就是趕快把二技能 放在裡面 放在冰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利用這個草叢 這個草叢可以讓我們加速 讓我們加速 然後我們之所以 這樣子做的原因是因為 前期我們完全摸不到輸 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把線趕快推過去 為坦然理解嗎 我之所以把線推過去的 原因 是因為我要去點 那三個鏈金 那前期如果輸 直接過來跟我對蹦的話 我是不是會死 好我一定輸嘛 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隊友 有凱恩這個情況下 對面是不是就會 所以我要利用這一點 來去做前期的應運 那如果你隊友今天 沒有選出這種角色的話 反之 就不用 就不用 因為你做了 你反而會輸 你反而會輸 所以呢 記得 當你今天 你知道你的隊友陣容 選什麼的時候 你自己也要來去評估 你的打法上面的狀況 不是 就是 我今天就是這一套 OK 你早就會被人看破手腳 你懂我意思嗎 就像如果你只會玩一隻角色 就像叔叔當年只會玩一隻鱸鵝 對不對 還就可以爬到SS 不是 就是 很容易被看破手腳 你懂我意思嗎 他就說 啊那一隻 那個人 還玩那隻啦 就把你那隻 BAN掉就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轉換一下 我們自己的策略 再來就是呢 因為我這隻角色可以開燈 那個史瑞克 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忘了啦 反正呢 你看 他隱形 不好意思 我就把你照出來 不用逃 不用逃 來 來到叔叔 懷抱裡 OK 我們就慢慢的進行 隊友 跟隊友搭配的塔 渣 慢慢點 然後你們想要躲在哪 都沒辦法 然後那個小青年還要在那邊 給我嘻嘻哈哈 有事了 在那邊嘻嘻哈哈 OK 他所以已經繳掉了 對不對 我們就慢慢給機會 不是 不是慢慢給機會 慢慢給壓力 重點是因為我們旁邊 有隊友 然後狙擊來的時候 你記得就自己扭壓一下 懂嗎 這個就是前期 前期 你能夠搭配隊友 來去做一個 如果你今天隊友是凱恩的話 你可以來去做 一個壓制書的一種方法 而且滿好用的 基本上你打到正常的場 對面的書 就會 知道說怎麼判斷 或是你的隊友就會知道說 怎麼來去跟你搭配 因為他知道 你前期超廢 對不對 林弟前期真的是爛到爆炸 那一種 然後後期 砰下去 哇很強 但是問題就是你前期很爛 OK 我們這邊一樣 右拐一下 然後 他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但是開燈就直接 然後再一個大腿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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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combo 然後一樣 把人家改革開 然後趕快推線 因為呢 線 那一隻書倒了 就趕快把線給推進去 因為呢 我們要讓那一隻 那一些 這三隻兵 被什麼 TA 這樣大家聽得懂 反正就是讓那三隻兵自己死掉啦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OK 然後反正呢 這個就是扭一下 也不用交順 也不用交順 慢慢來 慢慢普攻 對 我們完全不怕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龍板要來了 來我們這邊繼續演戲 普攻 然後瞬移趕快繳掉 OK 他這時候呢 沒有大 隊友 是先來的 剛剛呢 納克羅斯在中路露頭 所以呢 我這邊先按一個 自保的東西 但是納克羅斯在下路露頭 那沒關係 他們這時候呢 血很殘 所以呢 隊友就可以來去做什麼 錄野啊 之類的動作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很多玩家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大絕佳上閃現的這個東西 大絕佳上閃現 呃 林地這一套 呃 要怎麼講 這套接技其實是 說真的是可以秒殺敵人的 但是呢 我建議各位 不要為了用而用 什麼叫做 不要為了用而用 就是呢 除非你今天旁邊有隊友 不過是你今天有復活甲的情況下 你隊友可以保你的情況下 那你可能在這樣子用 一瞬間可能可以直接 秒殺敵方後排 或是敵方可能只剩一個人落單 你想要直接秒殺他 距離很遠 你想要直接 大順這樣子 OK 當然可以 但問題就是呢 如果今天你為了用而用 比如說今天大家在5v5這邊碰團 你直接這樣子大定去瞬移 隊友開戰 然後你大定去瞬移 過去其實你的位置也會變得相當的不好 OK 然後所以就是 看情況要 不用說每一次都一定要用 OK 我們這邊呢 有沒有 一鍵就是那麼好用 你看 我就一直照他 欸 在那邊跟他吸吸拉他 有沒有 跟他打的 跟他在那邊 喔喔喔 你想過來 他想要閃一 一閃我 但是我絕對不會讓他有這個機會 有嗎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的磨量很低 但是沒關係 我們有個強化恢復 還足夠 讓我們用一次我們的什麼 大草來這邊直接秒殺 有沒有看到 傷害 超高 後期的林地啊 那個傷害真的是很噁心 你從 其實你從中期開始 你就會發現他的傷害有點 你會扛不住 所以呢 前期的布局 一定要不好 基本上所有事的都是這樣子 但是林地的布局呢 就是 嗯 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情況相反好了 如果當我們今天前期沒有到這麼的順 或是 我們前期可能被壓制 那你可能想說你會被弄傲嘛 對不對 你會被弄傲 弄傲什麼意思 就是 對方不讓你吃冰 靠北 怎麼辦 我淋那個冰 我的普攻 林地手很短啊 碰不到啊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就要善用我們的什麼 耳技 對 就善用你的耳技 冰塊死的時候丟出去 棒 這樣子來圍冰 這就是另外一種前期你發育的思維 懂嗎 就這麼簡單 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記得也要做啊 你要做啊 要做得出來 OK 然後現在呢 我們已經基本上無法無貼了 我已經肥爛了 所以呢 等一下 只要隊友在的地方 我自己就先站好自己的站位 然後視野先把他排出來 因為我們這場其實講真的 我們的坦克不足 坦克不足 所以呢 我們要能夠來去做到說 立即秒殺之類的動作 然後這邊呢 普攻他一下 打掉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魔 OK 打掉他那個魔 然後那時候以為他會直接 再交一個一技 瞬間把我給秒殺 結果沒有 OK 然後這邊看一下 哇 那個納克一直追 一直追 一直追 這時候呢 我開個大絕 然後開個一技 有沒有 他沒有辦法賭 那因為剛剛 中級幫他開了那個大絕 但是呢 沒有辦法賭 因為我有一技 直擊不足 那個中級 開大 沒有用 而且中級開大 其實會有一個聲音 會有那種 嗯 這樣子的聲音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林蒂算是一隻 雖然他蠻後期的 但是只要你今天 盡量把你的站位給搞好 然後以及你二技放的位置用好 還有你前期的布局 發育的套路 想好 跟隊友溝通一下 才怪 你隊友根本不會跟你溝通 我知道 哈哈哈哈 就像你老婆一樣 對不對 你老婆 每次都說什麼 嗯 這是我的錯 這是我的錯 然後你過去跟他說 其實不是你的錯 然後就會跟你說 對 其實都是你的錯 哇操咧 都直接變成是我的錯了 奇怪了 對不對 你心裡一定這樣想 各位 男生女生們 都是一樣 好不好 你那個 要互相包容 OK 然後反正呢 那是屁話 我們現在呢 肥爛了 等一下就靠這隻 暗影凱撒 灌進去 順著 灌進去 遊戲基本上 已經被我們殺死了 然後我們 這個隊友 真的是很nice 來讓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出道了 然後就碰 沒了 這樣 來來來來 現在呢 肥到爛掉 肥到出資 所以基本上 那個書遇到我 不對 那個書一定會躲在很後面 那個書一定會躲在很後面 問題就是呢 他會有蠻大的壓力來自於 令月 我們隊友的令月 所以呢 我們的令月 一定會躲在很後面 我一定會盯著他 那我就是盡量把 OK隊友死了 哈哈哈 我盡量把我前面的輸出 給打完 盡量把前面的輸出給打完 然後對我這時候 哇打得很衝啊 我這時候想說 哇操咧 該不會我們會這樣輸吧 然後一樣開個一技 進去 然後這時候呢 趕快叫個瞬移 然後趕快走向我們的草蟲 扭一下 再往前 一個扭招走位 沒有錯就是這樣子 對了 那個 林地就是在草蟲戰的時候 真的很強 他在草蟲戰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加速嘛 然後所以呢 我們這邊 拿一下自己的血線 然後不用急 不用急 因為對方現在呢 倒三個 我們現在呢 這個凱薩呢 我個人是覺得不用吃 不用吃 只是呢 我需要恢復一下血線 因為呢 只要我一有血 對方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一樣大絕 蹦蹦蹦蹦蹦蹦 你看這個傷害 那個尾一下直接 剛剛那個 一下兩千 一下一千 他只中兩發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剩下一隻納克 我們普攻普攻 太痛了 他骷髏背開了 這一下三千 三千 三千 三百 七十二滴 直接帶走 痛爛 剛剛那只是一發喔 一發中而已喔 超扯 那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 掰掰 快點... 快點看 快點 稍等 一 magn 一 三千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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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千